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敬禮傳承主事 兩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司 十六四大爆化王喀玛巴 徒登大吉喪失 敬禮坦承三報 敬禮父母主尊 佛母大孔切名王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門 和網路上的同門 和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的貴賓 My sister 盧聖美 My fourth sister 是盧寧 中原研究院院士 朱時宜教授 夫人 陳文文女士 立法委員候選人 張國新先生 中委會法律 中委會法律顧問 黃曰琴律師 中委會法律顧問 My university Saint class的 朱金水先生 跟夫人 陳哲祥女士 跟夫人 陳哲祥女士 另外我們今天 有這個 從東東亞來的一間寺廟的 所有的理事長 跟所有的理事委員 穿白色衣服的 他們坐在哪裡 他們也是我們 今天的貴賓 這個 謝謝你們來 希望你們 多參訪 他們也是來歸一的 一個寺廟 所有的 穿白色衣服 一系列 他是坐在我們 大殿的這個龍邊 大殿的這個龍邊 歡迎你們來 你們請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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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這個 佛母大孔切明王 我們已經傳了很多的法 也就是 佛母大孔切明王 本尊相韵法 星光身法 奇遺法 還有 正地正法 真意法 敬愛法 敬身心法 除鬼怪法 除病法 因為這尊明王 他的四個手臂 一個是拿著 白蓮花 象徵著 他能夠做 襲災的事業 另外一隻手呢 他是拿著 孔雀鱼 孔雀鱼呢 他可以做降服用的 做降服事業的 那麼 還有一隻手 是拿著 吉祥果 吉祥果 是屬於 事服用的 事給福分 事給智慧的 還有一隻手 他是拿著 巨元果 巨元果 是象徵著 樂令 所有的人 家庭 從個人 家庭 到國家 都是 修敬愛用的 所以 佛母大孔千明王 他能夠做四種 世間的 所有的事業 能夠圓滿的 所以今天 穿的這個衣服 你穿 紅色的也可以 那就 祈求敬愛用的 你穿 黃色的也可以 那就 祈求 事服用的 你穿 白色的也可以 那就是 那就是 做 襲災事業用的 你做藍色 穿藍色的衣服也可以 那就是 做祥福用的 這個 襲災啊 爭議啊 祥福啊 這個 敬愛啊 這四種法 在孔千明王裡面 都可以圓滿達成 拍攝 那麼有下雨啊 就有所謂的直雨 他們跟我講 那 師尊一定要傳這個 直雨法 直雨啊 因為雨下的很多 所以 泰國 就成了 這個 水國了 就 邊大水了 大洪水了 那麽應該講起來 那麽應該講起來 以下的多了 就要質疑 泰國這個洪水 那麽 為什麼會退掉呢 應該講起來 是整個曼谷都會淹掉 但是淹了 30% 只淹了30% 還有70%沒有淹 那是泰國秘行堂 的弟子 請求 師尊在這邊 希望泰國 他已經淹了30%了 他們在密行堂 祈求直雨 不要下雨 讓水退掉 求完了當天晚上 這個 蓮華童子 就現身在泰國的 弟子的夢中 帶他去看 突然 突然之間 大地變成一個嘴 一個嘴巴 一個嘴 一個很大的一個口 所有 所有泰國的水 全部流到那個口 裡面 那個弟子 醒過來以後 就說 就講說 泰國的水 會退了 曼谷不會全部被淹 曼谷不會全部被淹 醒來以後 泰國的水 就退了 你能夠祈求下雨 就要能夠讓雨停止 下的太多了 就應該停 如何是質疑法 我簡單告訴大家 你只要跟孔雀冥王相應 你叫雨停 一雨就停 解孔雀冥王所應 念孔雀冥王的咒 OM MOYIDI GRATI SOHA OM MOYIDI GRATI SOHA OM MOYIDI GRATI SOHA 你念他的咒 解孔雀冥王所應 持他的咒 這個時候 行者如果跟孔雀冥王有相應 孔雀冥王就會下降 孔雀冥王一下降 你就用 到屋外面 到屋子外面 張開手 張開你的手 魚就下在你的手上 然後握一把椅 握住那些椅 再把它扔上天上 勒令 OM MOYIDI GRATI 集集如理令 立刻指以 耍 你就可以這樣子念 這樣 雨就停止 就這麼簡單 把天下來的雨 再還歸一天 也許你們會想 會想 怎麼會這麼簡單呢 其實所有的法 都在你的心中 你沒有相應 所有的法都不成 你有的相應 你心中沿什麼法 什麼法就成 所以真正的行者 真正的一個高身 一個得到的人 一個 一個修行的 一個聖賢 任何法 只要他一個念頭 就成 你看師尊 到這個宜南 投城 烏石港 去做法會 這個 三個禮拜都下大 一直下 下 下個不停 到了盧斯尊 去做法會 那一天 你以為是 聽說疼狂人 我笨笨的去 誒 剛好碰巧 那一天就晴天 這個廢狂啊 做完法會啊 這個回來了 他晚上又下雨了 從此又再下雨幾個禮拜 只有那一天是晴天 我跟大家講是巧合 多好啊 我多氣 他就 火就沒路了 我怎麼知道 我走路又下雨 為什麼那麼巧 就只有那一天沒有下雨啊 其他的時間 全部都在下雨 今天呢 本來是陰冷的天氣啊 他說非常冷 在台灣的第一波寒流 說非常冷 這種溫度是很適合我的 是不是適合你們 我是不知道 我在西雅圖 就算下雨 裡面一個汉山 外面一件 袍 還是露 露出被子 露出這個 這個手被子 就是這樣子 我還是穿拖鞋 打赤腳 我沒有襪子 從來不穿襪子 下雪也不穿襪子 有一次西雅圖下大雪 由於我們做法會 一個記者來採訪我 他看著我穿拖鞋 打赤腳 他說你怎麼不怕冷 我說冷是生命 我從來不怕冷的 我從來不怕冷的 在怎麼冷的天氣 我就是 一件喇嘛裝 一件薄的龍袍 打著赤腳 穿著拖鞋 這個拖鞋 就是我的標記 我從來兩鞋也不穿的 我就是穿拖鞋 上山下海 上山下海 坐飛機坐船 通通穿拖鞋 依照台灣的電視裡面講 他會講我 這個人是拖鞋哥 拖鞋哥 那天我看得很好玩 既然有這種事情 有一個小姐 在火車上 還是公車上 他是 腳就翹起來 然後他挖他的腳 挖自己的腳 腳皮啊 挖香港腳 挖一挖以後 那個小姐就把那個腳皮 往自己嘴裡吞 一丟就吞進去 這個電視播報員說 這個是腳皮妹 腳皮妹啊 那我呢 就是拖鞋哥 拖鞋哥啊 拖鞋哥啊 我今天講六祖禪禪 我是很簡單講的 再來六祖是講傳承 禪中也有傳承 從七佛開始 到達斯加摩尼佛 到達斯加摩尼佛 斯加摩尼佛 傳大切葉尊者 大切葉傳阿難 一直傳傳傳傳傳 傳到第二十八祖 菩提達摩尊者 這是東方初祖 前面二十八祖 全部都是印度人 天圖 二十八祖以後 二十九祖就是會可 三十祖就是真燦 三十一祖就是道信 三十二祖是紅人 慧能是三十三祖 然後再傳 從慧能底下分為五宗 就是養圍 林祭 朝動 華眼 銀門 這五宗 目前在台灣所傳的 跟東南亞 香港 一帶所傳的 是林祭中 在韓國 在日本 有林祭中 有朝動中 其他的中 就比較少 人數比較少 那麼傳承下來 林祭呢 就是林祭義賢 那一宗傳到現在 目前為止 就是一組一組 這樣子傳的 一組每一組 這樣子傳的 傳到現在你的身上 也就是 也就是 所謂的 所謂的 這個 正延伐廠 正延 正延伐廠 正延伐廠 正延伐廠的傳承 就是這樣子傳下來 禅宗是有傳承的 不要以為禅宗沒有傳承 不要以為禅宗是沒有傳承的 傳承跟我們密教是一樣的 都是傳承 就像我們中國的房地一樣 中國房地也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 幾個國這樣子一直傳下來的 唐 於 夏 商 州 秦 漢 四國 魏 晉 南 北 朝 然後再來 唐 宋 延 明 清 民國 是這樣子的一代一代傳一代 這樣子傳下來 這個就是傳承 在唐朝有一個房地 唐朝有一個房地 叫做唐宗宗李顯 這個房地啊 我們稱為最牛的房地 最牛 什麼是最牛 牛這是靠 依的靠 東依的去靠 牛啊 這個房地的父親啊 李顯的父親 是不是房地啊 他就是房地 當然呢 他傳給他兒子啊 他兒子就是李顯 再來呢 他的弟弟也是房地 唐宗宗的時候啊 他弟弟也是房地 再來呢 他的兒子當然是房地 唐宗宗李顯傳給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也是房地 再來呢 他的兒子也是房地 他的兒子也是房地 再來呢 更妙的 唐宗宗李顯的媽媽是誰啊 你們知不知道 物则天啊 他媽媽也是房地 唐宗宗時代 既然有六個房地 就是父親是房地 自己是房地 弟弟是房地 兒子是房地 兒子是房地 子子是房地 他媽媽也是房地 所以呢 有一個要的名字叫做什麼 六位皇帝丸 是不是啊 這個就是傳承 這個就是傳承 皇帝也是靠傳承 朝代也是靠傳承 通通通都是靠傳承的 你說你不是傳承 我不相信 你不是你父親母親生的嗎 當然是啊 那你父親母親就傳給你 傳你這個兒子 你結婚以後生的兒子 又是你的傳承 這個祖父傳父親啊 父親傳兒子啊 兒子傳孫子啊 這個就是人類的傳承 你哪裡不是傳承 什麼都可以改 就是我自己姓儒的姓不能改 你可以去改名啊 到父親師父所去改名 要改自己的姓就難了 我姓儒就姓儒啊 只是這個姓儒就是傳承啊 我們儒家的傳承 慧能也姓儒啊 他是我們儒家的祖宗啊 三十三代祖 就是禅宗的祖師 什麼事情都是傳承 那所有的因言法 佛教講的因言法 全部都是傳承 密教也是傳承的 這個 張家大師 我們民國時代供養兩個佛佛 一個是張家 一個呢 幹豬啊 我們的長老 長老應該問長老 長老就講得出來是幹豬佛爺 幹豬佛佛 我們房教的傳承就是幹豬佛佛 傳給圖登尼瑪 圖登尼瑪傳給圖登達利 圖登達利啊 傳給圖登達吉 圖登達吉傳給圖登奇摩 那我就是奇摩 奇摩 奇摩就是奇摩啦 聽阿樂的奇摩就怕 將來大家可以教授成這樣 圖登奇摩 這是奇摩 這個是傳承阿 禅宗有傳承 我們密教有傳承阿 幹豬佛爺 圖登尼瑪 圖登達利 圖登達吉 圖登奇摩驕 阿巧得很啊 我昨天這個 換了一個電視機吧 是全天換了電視機 因為上面那個電視機壞了 就把它換掉 換那個電視機 那個牌子啊 跟我相印耶 它叫奇摩 有沒有奇摩的牌子 沒有聽過 到我家去看電視 真的 它第一個英文字是C呀 H I呀 讀著什麼 蛤 奇摩 奇摩 它底下寫著一個N嗎 又是摩 摩 上面寫一個7 A H I 底下M 什麼摩 相印啦 相印啦 不管 這個六祖 他在先天二年 人 愧醜 睡 八月初三日 四年十二月 改言 開言 開言 以 國恩寺 是 就是吃完了飯以後 摘壩 對所有的徒眾講 如等各一位 做 你們通通都做好 我跟你們告別 法海白言 法海就講話了 和尚 留何教法 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 留什麼教法 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 我覺得這個法海是白痴 他已經留了很多的教法 通通要給後代的迷人得見佛性 他現在還在問呢 可能是問給大家知道的 讓大家了解的 這個六祖就講 你們仔細聽 後代迷的人 如果能懂得眾生 他就是佛性 若不懂得眾生 萬界 經過很久的時間 也難找到佛性 懂得眾生 就可以看見佛性 不懂眾生 就不知道佛性 這一句話講得太好 所以我常常講一句話 眾生不可思議 你如果不懂得眾生 你真的不明白佛性 你真懂眾生 你就馬上看見佛性 馬上知道佛性 六祖我今天教你 視自心眾生 見自心佛性 你認識你的心的眾生 你就可以看見心的佛性 如果要求見佛 只要是認識眾生 只為眾生迷佛 所有的眾生 對佛都是很迷佛的 非是佛迷眾生 不是佛來迷佛眾生 是眾生去迷佛佛 自性若悟 眾生就是佛 自性若明 佛就是眾生 自性平等 眾生是佛 自性邪显 佛是眾生 這一句話講得好 眾生跟佛是沒有分別的 眾生跟佛完全沒有分別 因為迷你才變成眾生 如果你認識了 就認識你心中的眾生 你就是佛 所謂自性平等 眾生是佛 你自己的性已經 邪显了 那麼你這個佛也就是眾生啊 你等心若顯驚 既佛在眾生之中啊 一念平直 既是眾生成佛 我心自有佛 自佛是真佛 真佛啊 這兩個字 就是六祖講的 自若無佛心啊 何處求真佛啊 如等自心是佛 更莫乎 浮疑 外無一物而能見地 若是本心生萬種法 故今淫啊 心生種種法生 心滅種種法滅 悟今留一記 遺女等別 明自信真佛記 後代之人 誓此記憶 自見本心 自成佛道 以後我們再談這個 他所講的記 那麼這一篇文章裡面 可以分為二 一個是佛 一個是眾生 可以成為一 眾生就是佛 佛就是眾生 也就是 誤了 眾生是佛 你呢 就是眾生 佛就是眾生 這是六祖本身的意思在這裡 那麼這裡提到的 自信真佛記 我就是常常想到這個真佛 真佛兩個字 真佛不是我創的 你看六祖嘴裡面講出來的 何處求真佛 你等自信就是佛 又講 他講的記叫自信真佛記 自佛是真佛 全部真佛都是六祖講的 所以 有人講說我退出真佛 你在搞什麼 你退無可退 你本來就是真佛嗎 你退什麼真佛 我皈依真佛 你皈什麼皈啊 很簡單啊 你皈什麼皈啊 你本來就是真佛嗎 有人說我開悟了 我退出真佛 那你悟什麼悟啊 你都不知道你是真佛啊 你還退出真佛 你有沒有高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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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來就是真佛嘛 你既然沒有皈依 何來退出啊 大家想一想 有人自稱開悟 又退出真佛 又退出真佛 你豈不是矛盾萬千啊 矛盾的眼啊 你開什麼悟 你開悟的就知道你自己是真佛 你既然你從來沒有皈依過 也從來沒有退出過 這個才是開悟 我從來沒有皈依過 也從來沒有退出過 這個才是真佛 你皈依真佛 你以你本身 你本身就是真佛了 何必皈依真佛呢 你既然是真佛了 你認得真佛了 你何退出真佛呢 所以皈依是一個假名 退出也是個假名 你要認識你自己 你就是真佛 你不迷惑 你本人從來沒有迷惑 你的心啊也不邪 沒有所謂的皈依 也沒有所謂的退出 所以在這裡講 皈依只是一個名詞 你來也只是一個名詞 你離開也只是一個名詞 你原來本來就是真佛 這六祖講得非常的清楚 只要你誤了 你就是真佛 從來沒有進也沒有退出 我們是講實在話 師尊講這一部經啊 實在這一部經實在是太偉大 講的是最清楚的 跟密教本身是相通的 密教本身是相通的 密教到了最後 到了最高頂的時候 他很寬坦的 住在一個平等 沒有分別的 永遠很舒坦的一個 境界裡面 寬廣沒有分別 所謂進入 所謂退出 全部都是分別 那麼這一部經實在是很偉大的 很偉大的 是百毒不清的 他叫你百毒不清 什麼是百毒不清呢 有一個人走在路上 在草叢中 被一條毒蛇咬到 那個毒蛇是很毒的 叫百步蛇 只要這個人走了一百步 這個人就死掉 所以這種蛇很毒啊 叫百步蛇 你走一百步 你就躺下來死掉 這個人啊 被蛇咬了以後啊 他一直走 就沒有死 那一條蛇死了 為什麼 這個人回頭啊 對蛇啊 這個吐了一個口水 老子從小啊 就是吃山路清安的奶水長大的 吃多露連盆的燒水油 燒水油啊 打假的抑防針 吃狂牛肉 吃狂牛肉 吃 打那個 極速的chicken 雞 身上的毒啊 比百步蛇還毒 百步蛇都被毒死了 你學會了六祖的法 學會了六祖 你百毒不清 任何人咬你 任何人毀謹你 任何人陷害你 任何人 攻擊你 任何人罵你 你啊 百毒不清 什麼叫百毒不清啊 一切外面的環境 都不影響你的佛性 南無不代呀 一切的攻擊怎麼樣子 你心通通都不動 自在如如 南無不代 這就百毒不清啊 六祖教你百毒不清啊 你本身已經很厲害了 真的是厲害 左遍天涯海角 這個 拳打南山門斧 腳踢北海角龍 沒有一個人是你的對手了 真的 你就成為主事業 你能夠開悟的話 真的天下無敵手 你開悟的跟開悟的在一起 你可以知道對方是開悟的 你明白的 不明白的 沒有 進過一百次的宗派 拜過一百個師父 退出一百個宗 你還是不明白啊 你明白的就知道了 從來就沒有進 也沒有退 你自己本身就是佛 而且 你根本平等沒有分別的 看著眾生 這是六祖教大家的 我們本身是 你開悟了 你可以講 你煩惱就斷進 煩惱斷進 你的煩惱就斷進 雖然有一些波折 好像是說 人家製造一些問題給你 那麼你也可以很快的 給它化解掉 很快的 在你的心海之中 佛海之中 你很簡單的就給它化解 很簡單你就化解掉 不會有麻煩 像這個麻煩 這裡有一個麻煩的那個 就是說 有一個小主管 她愛上了她底下的女子眼 這個小主管已經結婚了 但是 她又有了這個小三 結果呢 結果呢 很不幸的 這個傳承下去了 這個小植園 肚子大了 那怎麼辦呢 這個小主管就叫小植園 你不要生啊 小植園說我要生啊 我是愛的 我一定要生下愛的種子 一定要傳承下去 那小主管很害怕 就害怕 那這樣好了 你要生喔 我給你修 你修假 你到日本去生 那小植園就問說 主管啊 那我去日本就生 我生活會怎麼辦 你如果生的時候啊 你就給我寫 日本的拉麵到了 寫明信片了 明信片只要寫 日本的拉麵到了 這個女子眼 我就寄這個生活會會給你 這個女子眼就到日本 祈禱到福岡 福 福古古 福古古 在求救 是不是日本的上司來摩 求救 有福古古 我不是講你生的 你不要緊張 九州的福岡 去福岡 他去福岡 生了以後 他寄來一張明信片 給那個主管 那個主管 那個主管一收到明信片 一看 呼 暈倒了 奮起了 奮奮起了 那他其實很奇怪 拿起來一看 日本拉麵到 一共有四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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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寫日本拉麵到 一共有四碗 兩碗有香腸 兩碗沒有 兩碗沒有 這個很麻煩 這個很麻煩 這個真的是很麻煩 如果那個小主管很有錢 四碗拉麵 多少錢 現在一碗拉麵多少 一碗拉麵一兩百 一碗拉麵一百塊 一碗拉麵一百塊 四碗拉麵不過四百塊 兩碗有香腸 不過是加一點 多叫一點而已 對不對 事實上不是拉麵啊 喔 四胞胎啊 兩碗有香腸啊 兩碗沒有 那個小主管真的是 暈倒看到暈倒 這個是麻煩的 麻煩是 我們行者 沒有麻煩 斷掉所有的煩惱 斷掉所有的煩惱 一點煩惱都沒有 我上回講了一個笑話 大家有些有聽到嗎 這個女人的年齡啊 跟那個是有關的 他們講著二十歲的女人 像趕南球 大家都要搶 三十歲的女人 像南球 像南球 只有少數比較十幾個搶了啦 十 南球就比較少人搶了 四十歲的女人啊 四十歲的女人 像乒乓球 乒乓球 這個只有一個人對打 差不多一個人對打 可以了 四十歲的女人 也跟一個人這樣 摳來摳去摳來摳去 對打 摳來摳去 五十歲的女人啊 他一球一丟過來 大家都閃 變成抖壁球 五十歲的女人 就變成抖壁球了 你說六十七十的女人 像什麼球 像高爾夫球 打得越遠越好 這個八十幾九十幾的女人啊 算了算了算了 他已經不是球了 這個已經 已經 已經 暢操好了 八十幾九十幾 算了不是已經不是球 已經 這是球跟 球跟女人的一個比喻 也是比喻的很好 這個跟大家講 這個也是一種煩惱的事情 所以要知道早一點修 早一點修 總有一天啊 你雖然二十幾歲 你青春年華 你很快樂 你很怎麼樣子 事實上 年紀越來 時間越來越少 佛的時間是越來越少 那麼必須要早一點修行 是叫你早一點修行 不要說年輕的時候啊 就不修 等到老的時候才來修 這樣不太好的 這個我們便不迷惑 所謂的迷惑 有的時候我們修行 有時候會 會迷惑 甚至於會左入這個邪道 就不太好 所以自己要認清自己 有的時候自己 有的時候自己要想想自己 認清自己 那麼 有一個話是這樣子講的 好像有兩隻牛在對話 兩隻牛在對話 一隻牛就講說 我們國家裡面已經發生狂牛症了 我們會不會被受感染 會不會被感染到狂牛 這個樣子 那個紅牛症啊 那個 然後另外一隻牛說 不會的 我們不會被感染 好呢 因為我們是馬 呵呵呵 呵呵呵 這個我們修行要小心一點 自己認為是佛 你要想想你自己的行為 跟佛的行為是不是符合 是跟佛的行為是不是符合 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是佛了以後 你的行為變成這個狂啊 變成很狂 花狂的那個狂佛 或者狂佛 會變成妄佛 有時候迷佛 迷的是眾生 那狂就走入邪道 總之你要所謂修行 就是修正自己的行為 把你的行為先修好 把你的行為先修好 把你的行為先天天的 你要三省勿生 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佛 你就要跟佛一樣的發菩提心 發出禮心 要有政見 這個是學佛的一個標準 要發菩提心 要發出禮心 要發出禮心 又要有政見 這樣子才是佛的表現 違背這個就不行 所以牛 你說狂牛症 她自己不知道她已經變成狂牛 她還以為自己是馬 那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六主已經跟我們講了 我們都是真佛 只要你悟了 開悟了 切實認識眾生 我已經提出一個很重要的一句話 你要如何認識眾生 你只要認識眾生呢 你就認識了佛 你如果不認識眾生 你仍然是眾生 那麼眾生是什麼 佛啊 真佛啊 那麼你們射箭的時候 我問你 眾生是什麼 你如果你提出你的政見出來 眾生是什麼 你真的認識的眾生 那你就開悟了 反過來講 因果輪迴是什麼 你如果認識了因果跟輪迴 你確實認識了 你也認識了眾生 也認識了因果輪迴 百分之百你就開悟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Omari Benham 我們有個好演的 可以讓你找到 好演唱 請你一會兒 我們有一個好演唱 請你回家